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早有智者告诉我们 只有一个时间最重要 那就是现在 它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为它是我们唯一 能有所作为的时间 要想过好这一生 不留遗憾 就要先看清一下这四点 第一 改天等于星期八 有些情 错过就不再 曾经看过一个微电影 改天 让人深深触动 朋友邀约去爬山 改天再约吧 女朋友叫一起去看电影 明天上班了 累死了 改天吧 母亲叫回家看看 最近好忙啊 改天 结果 改天变成了遥遥无期 让友情 爱情 亲情 渐行渐远 等到忙完想起来 朋友已经出国 在南乡去 曾经的女友和自己 已经各奔东西 家里一直翻看日历本 等自己回家的老母亲 已经白发苍苍 生活中太多的事情 被安放在了改天 改天再聊 改天再聚 改天再说 改天究竟是哪天 改天 一定是很忙的一天吧 我们总觉得人生 还有漫长的时间 可以挥霍 却不知道茫茫人海 相逢不易 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个人 每一段情 都值得我们用心以待 认真守护 词上春树说过 一个敷衍了事 平淡无趣的态度 怎么能期待拥有一个 趋一傲然的生活呢 趁青春未老 时光正好 想做的事立刻去做 想见的人立刻去约 改天不如趁现在 把情分串上 情才能更浓 只有当你懂得珍惜时间 才能收获时间 给你最好的回馈 第二 下次等于三十二号 有的人 错过就是一辈子 当代世人 余光中写过一句 让人泪目的诗 下次你路过 人间已无我 我们曾经都以为啊 想见的人一直都在 只是事事无常 那个人并不一定 就会站在原地等你 曾经在网上 看到一个女孩 倾诉 她在高中时 交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两个人比亲姐妹 还要亲 一同早起去操场 备英语单词 一同去小卖部 买冰淇淋吃 晚上熄灯后 一同躲在被窝里 打着手电筒写作业 只是后来 两个人考上了 不同的大学 一个天南 一个海北 虽然电话联系频繁 也经常说 佳琪要回家去一去 但是直到毕业三年后 两个人在老家的医院 偶然见了面 因为女孩 急着给生病的妈妈挂号 两个人只含喧了几句 女孩清楚地记得 她对好朋友说 下次有空的时候 咱俩出来喝奶茶呀 好朋友双眼放光地 直直点头 女孩就赶紧转身 忙着给妈妈 跑手续去了 可是等女孩的妈妈 病情好转出院 女孩也没有立刻联系好友 一直想着 下次再说 大概三个月后 同学群里 突然出现了一份不告 女孩打开一看 居然是好友去世了 女孩的眼泪立马扑索而下 她还未来得及和好友 叙叙旧 就再也见不到那个 曾经活泼爱笑的好友了 原来 女孩那一次在医院里 看到的好朋友 已经病入肛肓 而女孩因为挂念妈妈的病 并没有注意到女孩 当时受骨灵循的状态 十多年过去了 女孩每当想起好友 就特别后悔 要是当时妈妈出院 就立刻去见她就好了 至少 女孩不会这么多年 无法释怀 也不会错过 两个人见面的机会 下次究竟是哪次 下次 一定是很遥远的那一次吧 少一些抱怨和后悔 多一些珍惜和感恩 不要再说下次了 想见的人就趁现在 作家刘欣武在 《献给命运的子罗兰》中写道 有一点缺陷 有一点遗憾的人生 是有味道的人生 有一点怪异 有一点风险的命运 是有意思的命运 人生苦短 本就各有各种遗憾 我们虽不能抗衡 却可以尽量减少遗憾 做一个懂得珍惜的人 认真对待时间 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即使告别终有时 但这一生 能在相遇时彼此善待 分别使不抱遗憾 就是对彼此最好的成全 去见那个想要见面的人吧 就现在 以后等于13月 有些时光 错过再也回不去 等我以后有钱了 四人别墅盖两栋 一栋猪人 一栋养猪 等我以后有钱了 宝马叫车买两辆 一辆在前面开道 一辆在后面护驾 我在中间骑自行车 这些看似调侃的网络段子 让我们一笑之余 感受到的是对以后日子的向往 却掩盖不住其中的不确定 从当下这一分一秒开始 都是我们的以后 想要回到从前再无可能 知乎上有个问题是 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 令你遗憾的人 这个问题下面 居然有一万一千多个回答 在很多人心中 都有一个以后再也没有交集 却又难以忘记的人 其中最高赞的匿名回答中 网友说自己的青春里 全是他的影子 明明都是同龄人 这个人看事情比网友透彻 教会网友用长远的目光 去看未来 用淡定从容的态度去处事 提升了网友的格局和言见 但是他们却在各自的方向 越走越远 网友说曾经试图挽留过他 但是距离却让他们渐行渐远 虽然网友说 我永远期待着明天与未来 但是心中清楚 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了以后 只是生命来来往往 来日并不风潮 以后是什么时候 以后一定是很重要的时候吧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以后了 想找的人 想方设法去联系吧 只有行动才有再见的可能 毕竟有些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想起一句话 很多事都是这样 会有结果 但未必会有以后 以后有很多不确定 人生就会有多不确定 抓住当下的每一刻 才不会给以后留下 难以释怀的一难比 第四 一会儿见 等于珍惜 余生不长 请你珍惜眼前 时间是宇宙间 最公平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有24小时 不偏又不倚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 南辕北辙中 女主之一的冯夕 跟赌博之后的男友 理想相爱十年 一直心甘情愿地照顾她 事事以她为先 自己的姿态卑微到尘埃里 然而理想却不懂得 珍惜冯夕 冯夕想跟她聊聊天 理想却敷衍说等一会儿 全然不顾冯夕 热切盼望的眼神 虽然冯夕总是 隐忍迁就 但男友却越来越 不把自己的付出当回事 后来 男友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 没跟自己商量一句 就出国了 一直在等着男友 回来的冯夕 不久后却接到了男友的分手电话 她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走出被分手的阴影 重新拥有了爱人的力量 和被爱的勇气 而男友离开她之后 才恍然意识到她的好 开始后悔当初 没有好好珍惜冯夕 之前自己的漫不经心 不在意 都已经成为伤害她最深的痕迹 英国小说家毛母说过 由于时光转瞬即逝 无法挽回 所以说 它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 所有对当下时间的不珍惜 都有可能成为 未来人生中深深的遗憾 想要做的事 立即起身开始做 想要见的人 现在就去见面 没有谁会一直在原地等着 因为时间的巨手 会推着我们一起向前走 余生真的不长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说过 天地者 万物之律 万物之逆履也 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也 人生在世 匆匆一辈子 时间对于我们来说 并不是无边无牙的存在 而是要珍惜属于此刻的时光 作家苏星说过 你想看朝阳 就明天早起 你想看夕阳 就等傍晚落日 你想见我就趁现在 把目光放在当下 你会发现 那些最珍贵的东西 最重要的人 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愿我们珍惜时光 不再改天 不再下次 不再以后 而是一会儿见 好了 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安然 愿我们一会儿见 感谢观看